近日,美国南加州十大侨团联合主办了一场隆重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的升级典礼及国庆宴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罗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郭绍春大使及其夫人 美国多名民选官员及南加州多个侨团代表约800余人参加了此次的盛典 在活动中,郭绍春大使热情地向到场的侨胞发表友好的致辞 强调侨胞在中美关系中的独特地位与贡献 并呼吁继续努力加强两国之间的交流合作 他也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表示了乐观的看法 并鼓励侨胞继续为中美友好做出贡献 这代表了我们在南加州的侨胞对祖国对祖籍国的爱国之情 同时也代表了我们南加州的华人华侨社团 对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工作的大力支持 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南加州的侨胞能够发挥了解中美的这种优势 能够发挥桥梁作用 为推动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张素九女士作为侨领代表 也在当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他回顾了新中国成立的历程和成就 并表示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华人社区将继续支持祖国的发展 并为此做出贡献 我们南加州的华人华侨就是说 就是在祖国任何活动里头 我们都积极地参与积极地支持的 所以每年的国庆节 我们都会组织 庄严的这个升级典礼和晚宴 所以今年呢是74周年 我们今天呢也是有740位朋友 就是74周来这个庆祝我们这个国庆 此外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加州众议员方树强 及其他美国民选官员都先后上台 向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代表颁发贺壮 并表示期待中美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 活动线上除了有升旗仪式以外 还有众多侨团代表所带来的精彩演出 颖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凤凰卫视连岸琴洛杉矶报道